來到東大門 除了可以購物之外 還可以做運動 放鬆一下 這次要介紹的這個運動遊戲 其實有很多分店 其中一間位於東大門歷史文化公園站 12號出口 樂天必須五樓 裏面有棒球 射箭 足球和其他小遊戲 至於收費方面 棒球是獨立收費的 一個人可以選擇練習模式 5000W 20球 這裡打棒球和平時的棒球練習場不同 是可以選擇難易度和球種 打起來更有挑戰性 除了棒球之外 其他運動和小遊戲都是劃一收費 這個冰壺比賽是最划算的遊戲 一次可以兩個人玩 有一個冰壺給大家推 玩起來很有真實感 跟朋友一起鬥高分 挺刺激 同樣玩起來很有真實感的 還有射箭 這裡會提供專業的功能給玩家用 特別有挑戰性 至於這個動作遊戲 就大人小孩都適合玩 玩家要跟著做螢幕顯示的動作來過關 有不少動作要凌空 又要躺下 好考玩家的敏捷性 還有這個射十二馬的足球遊戲 都好受男生歡迎 在遊戲中的同一層 還有一個超有感覺的夜光保齡球場 按時段收費 大家可以跟朋友一邊聽著歌 一邊玩幾個 遊戲中和保齡球場都開到凌晨2點 大家在東大門梭平原 再來慢慢玩也夠時間 拜拜